在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要介绍在Drupal 7系统里头 两个重要的系统设定 一个是图片的样式,另外一个是档案系统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图片样式的相关设定 请你先使用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进来到网站里头 接下来来到工具列,再来来到设定 稍微往下面拉一点 我们来到媒体这边,接下来选择图像的样式 目前在Drupal 7系统安装起来以后,预设有三种的图片样式 一个是Thumbnail,也就是拇指图的缩图 另外一个是中型尺寸的图 再来一个是比较大型的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是怎样设定起来的 例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拇指图它是怎么设定的 进来到编辑Thumbnail拇指图的样式这个管理界面之后 首先在前面有一个预览图 预览这边有一个800x600的一张图片 缩成模子图以后它变成了100x75 同时它这里有提到 这个图片样式是由模组所提供出来的 你必须先点选附写预设值以后来更改它的设置 先来点按附写预设值 然后在这个画面中我们往下看 在这里它有写到它的效果是缩放100x100的方式 我们点到它的编辑看一下它是怎么设定的 它把它缩放成宽度100高度100 而且允许放大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如图片比你预计的宽度和高度还要小的时候 例如我们现在有一张50x50的图片 那么这样子进来的时候 由于它已经比100点的宽度和100点的高度还要小了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是否还要把它放大 如果不放大的话 那么这一张缩图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点按允许放大 这边我们先不更动它 然后我们按取消 在了解了相关设定之后呢 我们要来设定自己的图像样式 从面包屑这边我们再点按一次图像样式 进来以后这次我们要新增自己的样式 我们把这个样式叫做150x150 表示它是宽150高150 准备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样式设定 再来按新增 目前原始图片如果是800x600的情况下 在我们还没有增加任何的设定动作之前 现在150x150的效果出来也是800x600 所以我们再增加一些动作进来 选择一些新的效果 例如说我把它缩放 按一下新增 把它缩放到150 跟150的宽度跟高度 同时允许它放大 再来新增效果 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设定结果 原始图如果是800x600的情况下 透过刚刚所设计的缩放150x150的方式 现在得到的结果会是得到150x113 也就是宽度或高度不会超过你所设定的宽度跟高度 我们还可以再增加其他的动作 例如说我们还可以进行裁剪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看看 裁剪的时候我只要300x300的地方 而且瞄点从这边开始 也就是说我以这边为基础 宽300x300 如果是在中间的话 那么它会取得中间的宽300跟高300 这样子的一个宽度跟高度的样数 好我们这次呢取得左上角的宽度300 高度300的样数 再来按新增效果 这是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效果 由于我们是先缩放了以后呢 再裁剪所以得到这么小的一张图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裁剪的动作呢 放在缩放之前 也就是说我先从原始的图片里头 在左上角上面呢 裁剪宽度300 高度300的尺寸下来 再来进行缩放 我们再更新一下 调整了次序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从左上角这边呢 裁剪了宽度300 高度300 得到这张图 然后再把它缩放成150x150的尺寸出来 OK 了解了这个动作以后呢 我们先把裁剪300x300这个动作删除掉 这样子得到的缩放150x150的效果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样式呢更新 在后面的应用案例中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150x150的图片样式名称 所以先把这个留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关于Juple 7里头的档案系统的设定 我们再回到设定这边来 接下来一样是往下拉 来到媒体这一群以后 我们点按档案系统 现在我们来到了档案系统的管理界面 这里有许多关于我们档案系统如何操作的一些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说Juple 7的系统预设是公开型的档案系统 那么它目前预设的路径呢 会是在你的网站的根目录底下的Sites 然后在底下的Default 再来是Files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档案总管这边 先来到我们的网站的根目录 以我的电脑来说我是使用tempd703这一个AMP架构工具 进来以后它下面有一个htdocs 这个是存放所有网站的根目录 我们这个网站是MyDruple 7 依照它的说明呢 下面有一个Sites 好在这里 再来有一个Default 再来有一个Files 现在我们是在MyDruple 7这个网站底下的Sites Default Files 这个路径底下 所有的档案呢 目前放在这边呢 都是属于公开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私有的档案系统路径 请你注意到 它说这个路径来讲的话 下面的所有档案呢 都是私有的 那么这个路径呢 必须存在 而且必须能够让Juple来读写 同时呢 这个路径呢 本身不应该是可以被网站来存取 也就是说 你应该利用Apache的相关设定 把这个路径呢 设为是一个私有的 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设定一个私有的档案路径呢 目前大家习惯的做法 会把它放在Sites 然后底下的Defaults 然后Files 接下来呢 会在下面再开一个Private的路径出来 同时呢 请你记得 如果你要设定到这样子的路径的情况下 在你的档案总管里头的 你要把这个Private的目录开出来 开出来以后呢 在Private的目录底下 再透过Apache的设定 也就是一个 点HTSS的方式呢 把相关设定设起来 让这个目录呢 不能够被公开来取用 这个就稍微有点复杂了 接下来的目录是一个暂存的目录 这个是关于Jupper本身 会产生一些暂存档案的时候 需要存放的一个路径 如果你存放的是在 C Windows 10的情况下 那么首先你的Apache呢 必须对这个路径要有存取的权限 这也是为什么Trimp这套工具呢 建议你利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 来执行Trimp的应用程式 因为只有系统管理员的权限呢 才能够存及到 在Windows底下的相关的暂存目录 再往下 这边有一个预设下载模式 如果你设了私有档案路径的情况下 那么这里呢 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公开的 一个是私有的 就算你有两个路径 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私有的 然后在这边呢 你选择了公开 那么在私有档案路径底下呢 由于你已经把Apache的相关设定都设定起来了 在这个路径底下 基本上还是无法被外部所存取 一般的网站来讲的话 会设为是一个公开的 因为在你网站上面的相关的图片或档案 通常来说 你不会限制别人来存取 不过在某些应用中 你可能不希望这些档案能够被存取 例如通通学公司的影片 通通学公司的课程的练习档的下载 这些呢 都已经被锁定起来的 好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你想要同时拥有公开的档案模式 跟私有的档案模式 那么 你应该勾选的是公开的档案模式 至于在私有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需要另外撰写模组 并且透过这个模组来控制私有档案系统路径下的档案的存取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建立一个限制存取的会员式的网站 只有有权限的会员才能够存取相关的档案资料 OK 这一节关于图片样式与档案系统的说明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